我們剛認識一個弟兄 他有一個神髓蝶很嚴重 我就去醫院為他祈禱 他們兩個都很明顯感受到 林在的男人 他們兩個形容如何? 當我手一按在身上 他們就覺得馬上有種力量平衡 馬上就會感受到平安、輕鬆、 整個人舒服 祈禱又聞他覺得很舒服 過程中 那個男人都說 他覺得有病的神 有能力流過 初頭兩下 後來有一次是電流流過 我祈禱神是否在祈禱 祈禱這件事能夠成就 讓我們有信心去為人祈禱 有信心去達出一步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達出這一步 因為聖經是有說到手按避行 避行有什麼好料 也有說到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來醫治 但我們 的而且確 我們能夠說 每一個我們祈禱的人都得醫治 因為聖經裡面也有說到 有些人信主也有病 甚至保羅也說過 他講到加拉太那裡 加拉太書 他講到 我起初全方給你看 是因為有病的緣故 你看加拉太書 也有說到 他講到有不同的弟兄 是有病的 雖然他帶來很多人的醫治 不代表他一定每一個人 或者他自己是沒有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的 但當神 其實這是一個 很多人掙扎的 到底在聖經裡面 告訴我們 到底是否真的每一個人 祈禱一定得醫治 還是那個決定性在哪裏 有些人就說信心 其實聖經是有講信心的 譬如聖經有講例子 就是耶穌自己親自說 你的信救要你 也有 試圖在善難轉內 見到一個人有信心 就叫他 即是說 當人看到人的信心的時候 這個信心可以帶來他的醫治 但當人沒有得醫治 我們不可以說他一定是沒有信心的 又或者信心不救 或者什麼原因 這個我們不去判斷 我們只是這件事 就交給神 由神去決定 總之我們做的就是 我們祈禱有信心 我們做的就是祈禱有信心 因為這個弟兄都願意我們繼續去為祈禱 所以我就想說 關於為病人祈禱 讓我們有信心去為不同的人祈禱 因為這件事令到我們有迫切感 即時去追求為病人祈禱 大家有沒有在心中的問題 我會講到為病人祈禱的內容 但在祈禱的時候能不能按手 會有病 聖明說什麼 在馬虎福音十六章說什麼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其中一件事就是手或病 可以按手 但按手絕對是應該的 但因素就是 到底一個人是否成熟去按手 因為有這樣的事實 就是這個世界上的靈 是有神的靈 有天使的靈 有人的靈 都是神創造的 然後天使墮落 變成邪靈 都是神創造他本來的靈 不過墮落就犯罪了 所以所有的靈都有相似的地方 靈的相似的地方是可以傳遞的 所以在異教裏面一樣有按手 一樣會傳遞邪靈 所以如果有人邪靈未清 或者他裏面有很多的壓力 抑鬱有問題 這樣的時候 就讓他釋放了以後才去 他們為了按手的地方 免得他傳遞了他的憂傷 他那些不好的東西 沒錯 那別人的東西會不會傳給我 一樣 當我們處理生命的時候 就沒有問題 即是我們處理好生命 就百毒不侵了 那你說 那我未處理得夠好 又怎樣 你未處理得夠好 不要緊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一入侵了 你就立刻又處理 又有親人神 又處理 然後趕他出來 就給我們機會操練一下 我對於沾染這個問題 因為有不同的群體 對於沾染這個問題 是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群體的做法是非常小心 這是好的 有一個好的因應 不過又有一個問題存在 因為耶穌說信人 誰有殺跡 除了他們 就是手腕病人 病人做好事 就是神的心 是想幾多人可以為人看守呢 人人 人人都是 那你如果等到 每個人都很成熟很成熟 每個人都很潔淨 那他才做的時候 對 有排都做不到 對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的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 有些人有問題 他又未必是邪靈 不是真的 那麼多人有邪靈 他可能是他的壓抑 他的問題 那些其實我們就盡量處理 處理到我們都覺得OK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 如果真的做完之後 如果有問題 那天就去做釋放 但是最好我們自己 就是不要有這個傳遞的問題 但是 譬如有些人說 他們有個過程 轉過做釋做釋 是不是一定他們又沒有呢 又不是一定的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有些問題 又會產生 裡面一樣會產生一些問題的出現 所以呢 我們都不會是絕對 一定是絕對潔淨 但是 聖經都沒有說到 潔淨的那些 就手腕病人 就比較好 聖經就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聖經就會很特別強調 耶穌就說 你不要隨便按手 潔淨的那些才按手 聖經就不太強烈地說這件事 所以呢 我自己就覺得 讓他做 做的時候有問題 他便有機會去操練潔淨的潔淨 有益處 讓他去處理生命 我再解釋一下 譬如普通人 有時候有些發脾氣 不開心 抑鬱 譬如有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他又不覺得很大件事 但如果有邪靈呢 他要處理這些才可以趕快 如果有邪靈的人 他如果不是有邪靈 他不能死 他有點不開心 雖然他應該處理 但他不能死 但如果有邪靈 他便很辛苦 很辛苦的時候 他便會有動力去處理所有問題 因為如果他不處理完 他總是不走 這是一個催逼他去處理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人真的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都會盡量我們的團隊 決定出去為人去討論 但如果有時候 譬如說100分是合格 即是滿分 60分是合格 我都說 至少七八十分 九十分才會出為人去討論 即是 不要六五十分 才會出為人去討論 可能產生問題比較多 但其實 基本上看到他也是OK的 我就說 即是放他出去為人去討論 但 亦看對象 如果對象很軟弱 那就不要住 找個強壯些的為人去討論 至於尖驗 這個尖驗回來 就想他自己處理一下 因為他沒有這個經驗 他就不會太多的處理 如果他現在尖驗處理 他就不會太多的 就不會太多的 就不斷了 莫斯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 就是 按手為人的討論 一般來說 每一個討論都可以做 但是 按手 如果他不太多的討論 可能他會有一些問題 可以處理 是 最好能夠處理 自己 比如說 憶惑 憤怒 苦毒 容易發脾氣 這些問題 第二點 我聽到的是 如果這個人 除非有這個人 之外 還有邪靈 在他身上 這個邪靈 就成為他的催化劑 是嗎 不是 這個邪靈 如果真的有邪靈 我們就不會讓他 為人按手 見到 但你剛才說到 有邪靈 會突現他的問題 是嗎 我再解釋一下 多謝你發問 第一 如果這個為人按手的人 如果有邪靈 我們知道 我們就不會叫他出去 在為人按手 見到 有邪靈的 通常你會知道 因為在強烈的四年同在 就會看到彰顯 但如果說情緒 很多人都有 情緒沒有了 情緒沒有了 情緒都處理了 但實際上是很少 少數的人 我希望我們更多人 處理到情緒 但有邪靈的 因為他會有彰顯 和他會有不舒服的 那些我們一定要 處理完才會出去 但我現在先說 第二個問題 你跟人按手 我會有邪靈 他會傳回 會打黑暗 會的 因為邪靈有這個傳遞 都是從神來的 所以都有這個特質 所以有些人 他們為人歧討 他回來自己 就會很憂鬱 很不開心 有些想死的意念 有些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也是嚴重的 那時候 即是說他自己有破口 所以聖經講 不要被魔鬼留地 即是他的罪 可以成為一個破口 他裡面有破口 破口的時候 一起攻擊他 那我就說 這個人他有些地方 未處理 例如可能是親立賓 他出圍 其道怎麼知道 是沾現了邪靈 那些邪靈 就是要他全部處理 我意思是這樣 即是被祈禱的人 傳給他 是的 是的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按手祈禱 是否按他的頭 按他的肩頭 按他的背部 通常來說 如果多人為一個人祈禱 就個個都伸手 只要接近他的人 能夠接觸到他 遠距離的人 就只能夠伸手 是這樣的情況 好 按手 通常來說 平訊號就會按摩頭 或者手臂 為什麼不按頭 通常看法就認為 如果他的生命 不是很高度的潔淨 怕他有些影響的時候 他的頭部 會比較大 所以就會說 如果平訊號就不要按頭 不要按人的頭 不要按你的頭 我的力會傳給他 因為按頭 即是 你有一些傳傳他的身 和他的頭 有些分別 即是我會傳給他 我按他的 你按他的頭 即是傳他的頭 傳他的頭 那個嚴重性比較大 即是按摩頭 即是按摩頭 如果他願意的話就是 如果他願意的話就是 即是如果他願意 即是按摩頭 可以按摩頭 按摩頭都可以 不過通常有病的位置 可以按摩頭 如果那個部分不適合 第一可以同性按 第二就是要他按摩頭 放在那裡 然後把手放在那裡 通常女性按男性 他就很介意 即是你按了背 無所謂 男性按女性 他就可能會介意 我作為牧師 有些人很明顯 是有 譬如說他有心臟 或者他有嚴重問題 我就會問他 我可不可以在他背部的位置 即我不是說在前面的位置 我先問他 我作為牧師 我會這樣問他 但如果你有其他人在一起 你便去找同性按 但有時我沒有這個情況 沒有一個同性的人在一起 那時候我便會問他 我按後面碩頭 我會問他 他就OK 但如果你在醫生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按著自己 認同按牧師 或者我們要做牧師的時候 按在他的手上 都可以 但如果他後面很難按 後面很難按 我們便去問他 有些情況 因為他嚴重的 我便會這樣做 如果輕的 我就按一下 例如腎臟問題很嚴重 腰骨痛很嚴重 我便去問他 我可以按一下 沒有份量 不好意思 我想問 如果那個討告 就是供主耶穌的名 宣告 即是那個名字 即是吩咐他的Organ 他的器官 補回 這樣問嗎 好嗎 這是一種方式 看我來講 我自己便覺得 討告最重要是 同神相通 神的靈魂在 神自己會做事 其實在我第一次 祈禱人靈魂治的時候 根本我完全沒有病多好 我只是 一路愛神 讚美神 那些人也病好 因為神自己會做事 我來說 我多些是讚美神 愛神 享受神 享受神 亦是愛慕神 因為當我愛慕神 歡喜神的時候 神的同樣加強 在這種情況 帶來的醫治 是更大 但我都會為祂的部分 來祈禱 即是靠神去醫治 你剛才說 另一種祈禱 就是我奉耶松榮 我吩咐這個器官康復 奉耶松榮 你起來行走 已經有這個例子 不過這種情況 我自己就覺得 是你得到神的啟示 你才好 為甚麼呢 那個人坐在輪延 奉耶松榮 起來 他又不起 奉耶松榮 起來 他又不起 那些人就說 你一路奉耶松榮 他都不起 但你為祈禱 沒有問題 就是祈禱 沒有說到 因為當你說 吩咐他起來 就是你有這個 就是神給了你的愛慕 他會好起來 你就用這個祈禱 如果神告訴你 他會好起來 你可以說 因為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是否 凡是聽話的人 一定他的病會好起來 第二 是否凡是我們祈禱 一定會好起來 因為聖經的確 是個個人好起來的 很久自己有病 他第一次參加住 加勒泰的時候 而且他講到有不同的弟兄 是有病的 他是告訴他 有病的 所以 不是代表他和士徒一起 一定會病好 就是說 如果有人說 你有病 就是因為你不聽話 你不犯罪 才有病 這個是 一定 不是這樣 所以 不可以這樣說 不是一定有病 還是不犯罪 有什麼原因 總之 人生 假當犯罪之後 我們都會有病 祈禱是可以醫治 但是 神何時做功呢 所以 仍然是有神的主權 但是我 我就不會說 神啊你願意 他得了醫治 我就是去親近神 我去 呼求神的醫治 其實幾個意念我都有 我知道神很想祝福他 神很想醫治他 但有什麼原因 他不得了醫治 所以我又不去判斷 是不是每一個基督徒 一定會沒有病 這個我也不會這樣說 譬如 我們 始終每一個人都會離世 離世之前 都會有病 或者沒有病 總是有一個器官不行 總是有一個器官不行 你不會說一個器官不行 就是生存 總是有一個器官不行 總是有些問題產生 即是我們在世上 不會是完全的身體 一無 一無 因為其實我們的身體 都是六態的狀態 總有血陷 是的 總是有血陷 所以 關於這方面 我們不要下一個判語 即是說一定是全部醫治 除非神告訴你 這個人是活得醫治 那你就可以宣告 即是你收到這個訊息 即是說 其實我不應該宣告 通常為病是其他患 我自己是不宣告的 即是有原因 我知道我有第二次 如果不是 我只是其他人 這就是我的看法 宣告就是你得醫治 你起來行走 你直接說 聖耶穌明你起來行走 即是你知道他真的會起來行走 你說完之後他又不起 那時候呢 你變了你的宣告 他不起來行走 未必代表他立即不起來行走 可能一個月後他會起來行走 那些宣告都叫有行 或者一年之後 不是 但你的宣告的意思是 你的信心 那一刻他確認了這個人是一醫治 跟你說 一個月之後 你會起那個保護 通常來說 宣告祈禱 他的意思是 那個人是即時起床的 的確有些人為人祈禱 祈了一套之後 幾年之後都沒有報復 的確有很多人 都沒有報復 所以這個問題是 為何人不好了 這個問題是 除非我們得到神的啟示 如果不是 我們不要下一個報復 其中我聽過Renny Clark Renny Clark 他在奧倫多復興的時候 是牧師 本來戴了幾天聚會 戴了大大一月 戴了很長的時間 很大的復興 他其中一課 他都說 遇到人得醫治免有 他的確有些很神奇的病 很奇妙地 有些很嚴重的病 但我也有些人 我真的很憐憫 他很想報復 但他的確沒有報復 他都解答不了這件事 每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都會有這個情況 這件事 剛才我們說 放入自由宣告 這件得醫治 我不是叫他馬上 剛才你說他不能回 不是說他馬上不能回 另外一年後不能回 這件事 但對於一個被服侍者 你這樣宣告 我會覺得我會馬上報復 我不會覺得之後會有什麼 但如果我們要用的方法 是要即時見效 或者之後才說 我覺得要保留那個宣告 我想效用不是我說的 是神話的 我宣告就是說 我很肯定神會醫治 但我不知是何時醫 你這句說話 肯定神會醫治 這句說話 我都不能夠說出來 我都不能夠說出來 而且有些人是病到死的 例如一個很出名的人 大家都要知道 宋尚哲 他是病死的 他是很有能力 他醫很多人的命 但他依然是病死的 他是痔瘡痔瘡 他一直是沒有… 他多年因為他經常都要做 本來要休息 他又不休息 還沒好完 他又去做過 又一直是病的狀態 我們不能夠說一定 所以我先說個點 因為在聖靈圈子 有些人說一定 但當你問到他 為何不得醫治的時候 他們都… 有時傾向… 有時他就說 是那個人的信心問題 他的罪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說法 是否一定準確呢 我就覺得不需要去說這個人 有些甚麼做錯 但現在我也有罪 但是否一定要大病的人 就是罪多些呢 是否一定說… 就是… 聽話的人 他的病就好了 好聽話的人 那些病 一祈禱馬上說 這樣就沒有了 的確不是這樣 所以… 我知道神是醫治 但為何有些人不得醫治 是我們到今天… 在聖靈圈子裡面 沒有一個共識 我們就接受這件事 所以我不能夠說 一定每一個人不得醫治 但我知道神是很有能力 有些人說 那你聖靈充滿有甚麼分別 那些人不聖靈充滿 又是… 有些人不得醫治 有些人不得醫治 分別是… 很明顯 人是會感受到聖靈的能在 帶給他的平安興省 也有時即時看到他的醫治 即是這個是很明顯 聖靈圈子會見到的事情 是的老師 其實… 很多很虔誠很虔誠的 基督徒或是傳導人 他們有癌症 很多人都是死的 是的 即是聖靈所說 聖靈也有說到 有幾多人是有病的 所以不是一定說… 不是一定說… 就是… 死亡 不是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那種死大 一個傳導人他有癌症 很多人為他祈禱 都是無效的 那個問題… 我們要分析一下 我們千萬不要說 神無能的醫治 是的 也不會一定說他有罪 身名在於神 不是我說他要好法 是主教的 是主教的 可能我們是祝福 要殺他祝福 但是… 是否… 是… 就是… 就是… 我們… 最主要是… 我們… 他親日神養神 去臨就祝福 是… 可以宣告祝福 但是… 不要宣告他要命翻身 或者好翻身 就是… 要小心 是… 就是你宣告祝福 宣告祝福 是… 是… 這個問題 如果… 如果…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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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討論 OK 好 那… 我自己… 我講我的經驗 我現在會聰明 我的經驗是… 法國人等於有很多因素 譬如他的思想模式 他的生活模式 他的罪 他對神的信心 很多東西影響他 他不只是病的 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很… 很… 很隨意 很夜睡 亂吃東西 沒有照顧身體 很照顧心靈 又… 對神沒有信心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 即… 他又會有問題 那你為一個這樣的人 祈禱呢 他可能會好… 但他之後又會再來過 因為他根本的問題 沒有處理到 所以我們都要… 在那個過程 當然你看那個人很嚴重 你不會教大人 你去其一套先 因為神的靈臨在 他的的而且確 是很明顯性靈臨在 有什麼分別呢 即時是… 很多人會覺得舒服的 即時那個辛苦是會減輕的 即時他會… 很多人會感覺到能力的 也都… 有時他會感覺到 他有病的地方有能力經過的 即… 這個呢 都是… 很多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因果的狀態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想幫助大家 能夠… 學習這個 怎樣… 留在恩高的狀態 來為人祈禱 來帶你 祝福… 聖明充滿的 而且是有分別的 而在… 最基上第十章 以及十九章 tod 說得有些先之門徒 聖母矣 當他們一路 整天上去敬拜神的時候 又受那種說話 當蘇羅去到 就立即變為身人了 就是… 神的同在 在這個地方加強 這就是… 很多時候我沒人提過 我看這個情況 如果他很嚴重 那我就不說太多 即說少少了 但你相信耶穌很愛你 那我重點呢 耶稣是因典 相信神很爱你 神体知道你的生命 神体送你的生命 很想祝福你 我带他认罪 如果他未信主 就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然后带他去亲近神 耶稣在祝福你 我们享受神 然后就问他按受祝福 按受祝福之后 就会问他 在祈祷中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平安很舒服 我就会用圣经告诉他 圣经讲到 神将平安给我们 神叫我肉身安而居住 神这么快祝福你 感谢神 多谢神 欢喜感谢神 因为欢喜感谢神 有时即时他的身体又会改善 之前我曾经试过一次聚会 有个人通通 我一直讲到他一直喊 一直祈祷的时候 一直喊 有时不断喊 有时喊一下 我因为要带领聚会 我不可以立即为他祈祷 到我为了大部分的祈祷 我就去为他祈祷 那时他已经睡了 他带领到一间房间睡了 我为他祈祷 我祈祷 我问他 你有什么感受 他说我觉得很舒服 我说你多谢神 我神让你这么舒服 他说多谢神 一多谢神 又更加舒服 又不痛一点 他就叫他出去分享 即是说最初他很痛 一直喊 然后当他一经历到圣灵的能在 所以圣灵的因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当他一觉得舒服 我就问他 你会看到的 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到呢 例如身一摇 和案内是有分别的 你案内可能会觉得有能力流过 或者觉得你的手周围有能力 或者你的人加强能力 你知道他有经历 然后呢 他有没有经历 我都问他 有时我感觉不到他 也会感觉到的 有些也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我又不重要的 神一样祝福你 神听你的祈祷 神是很想祝福你的 你继续祈祷 神会帮助你的 有很多次 那些人有问题 看着他減轻 或者逃返 我试过有人 你坐滑板一撞在地上 他当然很痛 手指又不能动 又受伤 又骨折 去到医院那里 那就是手指又不能动 我在电话和他祈祷 祈祷他就 啊 动得了 痛又减少了 有人两天头痛 痛得很重要 我和他祈祷 好像水滚 头滚到轻 然后呢 后来又减轻痛 再祈祷一次又不同了 这些是我 时时发生的事来的 我希望你也有这个信心 但你越做你就越有信心 你越做得多 你看到神是真实 神是真实的去帮助 但我也看到很多人有病 我又的确实祈祷又没有好 改善的又很多 有些真的没有好 但我依然继续去做 和我以前是很大分别的 尾四年中之前是很大分别的 其实每一个人不同 有时觉得好像有一样东西在罩 好像围着你的手 或者围着人 或者有一种能力摇动 其实当你感受摇动的时候 你会发觉好像两种隐形力量管理 就是一种隐形力量围着你 在你的手 在你的周围 在你自己周围都有 周围都有 其实很特别 脚就重 身就轻 我自己的感觉 我的经历是这样 但有时每个人不同 不同不要紧 有时有些人说 这些是好又不好 那我说舒服不舒服 舒服的应该是好的 是否应该是手很重 指尘方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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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重 其实不是重 有力量 不是重 不是重 是重 不是重 力量 因为整个人感受到圣灵的灵灶 整个人感受到圣灵灶 然后你感受到圣灵灶 而且一群人多长时间 一齐爱慕神强烈 但有时我们外面 其中有些人有关系走 有些人有关系办问题 有些人有关系 是很影响整个灵灶灶的情况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缓导训练的时候 就会我们投入 让圣灵的因果加强 每一个都留意到 圣灵的因果留在那种情况 我记得很多次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一祈祷就说 整个人都松了 整个人都舒服了 回到家 发觉不同 譬如有人腰骨很痛 回到家 睡觉不痛 一下子就一缓 然后坐视频 立刻就好了 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事情 我都说过 你身体的摇动作为一个指标 你越投入 身体摇动越强 你就知道脑子越大 还有 你是感觉有力量推你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的心灵里面 开心松出来 尤其是你自己 我说的呼叫耶稣 这是一个方法 帮你去到什么 去到不用呼叫 灵一想到耶稣 就已经涌去神那里了 我现在祈祷 我等到神的时候 我会进入不同的状态 我会想象自己 我的灵和神的灵合一 其实就算我现在一刻 我已经感觉到神的灵力很狠 我会想象 我灵和神的灵合一 和得到神的平安 喜乐和爱 让他一直加强在我里面 和能够随时随地 立即开始 我形容 我们可以去到的程度 可以开灯制 一投入 圣灵的能力就流出 我试过有时候 这样示范 我说 现在按手 我不开灯 即是我没有用灵去祈祷 我就这样说 苏祝福他 是没有反应的 然后我一开灯制 即是爱慕神 他即时就会感受到能力 即是我们可以去到一步 这样的 操练习惯了 随时的灵可以开放 而能够随时随地 无论乘车 行路 洗饭 洗碗 做什么东西 煮饭 都可以一路爱慕神 随时随地 一路说到也是这样 例如我一路说 我现在有感觉 感觉到圣灵 很容易围着我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进入这种状态 是感觉到的 是感觉到的 是physical physically 感觉到的 是tangible 不一定是热的 圣灵的 是一种能力的 它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是 推的能力 但推的能力 比如我左动动 是一种很 轻松 喜乐 带着爱 又带着能力 有些是心灵 有些是能力的方言 有时会震动 是有一种东西 所以是灵界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棍失境界 我会不会感受到感受 会 有时看守你会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来说 你应该感受到感受 是你和神 每一个人不同 是你和神 每一个人不同 是你和神 有些人就被敏感 每一次在你旁邊經歷得感到 很厲害 有些人就敏感到 不留意到 我自己是感受 聖靈的高末 在臨在的時候 其實是跟平時不同 很強力有信心 例如我去做輔導的時候 當聖靈同在 我們說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很有充滿感 意思是 是很有力量 很有信心說話的時候 很肯定 正常做輔導的時候 靠自己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 人為的時候 是很軟的 很soft 但當我聖靈充滿的時候 想的東西不是我想的 但有提醒 以至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的想像是闊很多 甚至我可以敏感到 流動的 流動就是 有些是心靈 有些是感到一種 physical的能力 譬如我會感覺到 他的頸裡 好像有一件事 在我的頸的位置 有一些東西在頂著 好像伏在那裡 還有 脊筋好像有一件事 經過 在聖靈充滿的 是聖靈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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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又有 喜樂又平安的感覺 其實我隨時一想 耶穌會 就聖靈充滿的 全身感過 神那個 就是要留意到 聖靈的流在 我剛才都問你 但他又不重 手腳全身都會感覺到 不會重 全身 不一定不會重 是腳是會重 你覺得很聚 聖靈的流在也會很聚 腳是重的 不過不要緊 那個人不同 這無所謂 總之你是平安 但覺得重這不是我個人所說的 是一個人覺得重 一個人覺得輕 腳肉重 身就輕 以及能力流過 這些都是一些常用的 我剛才跟聖靈充滿 第一次經驗到聖靈充滿的 她說好熱 好熱熱得好多 連我都熱了 然後她說 不理由的 穿上衣服 難怪穿上衣服 她說好熱熱到她 整身 臉肉 也熱得好緊 這就是你的熱熱 那就是聖靈充滿的火 Hallelujah 但自己也很喜樂 很享受和神的關係 也一樣的就是熱 極寧 酷 酷 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